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上志 那麼先前接連的跳電停電 是不是阿公的陰謀 那麼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因為主要是風傳媒當中 有一個幕後的獨家消息說 那麼接連的停電大火是不是有蹊跷 當他說蔡英文下令 山上的神秘單位來出動調查 什麼叫做山上 那意思就是說 裡頭的這篇的報導當中提到說 蔡英文那麼他下令 要把整個對於停電要去調查 整個要拉到國安層級來處理 甚至所謂陽明山上的國安局都出動了 為什麼這樣呢 主要就是因為幾次的停電 包括最新的在3月3號的那次大體電 全台灣體電 那時候蔡英文總統正在 總統府接見美國前國務卿 龐培歐 而且還更早在2021年5月的那次停電 也是大停電 當時蔡英文總統正在為疫情召開國安會議 怎麼感覺起來都是針對於蔡英文總統而來呢 因此這裡頭有知情人士說 那整體來說現在當然就是 雖然現在有檢調的調查 但是國安團隊出手調查 不用懷疑山上也出動了 所謂的山上就是指 陽明山的國家安全級 那麼國安局都知道是最高的 情報的統合機構 也是總統幕僚當中最核心 直屬總統府來統帥調育的 另外包括國安局長陳明通 過去他也是包括在兩岸各方面 是非常重要跟熟悉的幕僚 現在是個最關鍵的情報頭子 當然要知道現在其實 針對停電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案子的 這個部分是橋頭檢方 針對303停電 已經正在追查各方面停電的原因 所以不只是經濟部的行政體系 或台電在調查 那麼針對於到底國安單位 有沒有那麼開始介入調查 那麼在TVBS的詢問當中 國安局方面回應說 現在已經有檢調單位 在查303的這次的停電了 那麼他們不便多做評論 而且也有國安方面的人員說 他們掃到這個台灣委說什麼 要調查置卷值有點莫名其妙 但總體來說 這個消息是不是有點感覺起來 是政治上要把這當中 又連結到所謂阿共的陰謀呢 那把責任要推給所謂的 包括像國民黨在內 在指責民進黨政府停電的部分的政黨人士 在此同時當然其實提到 Tayvon總統還有一個這兩天一個很受到討論的 就是有一位那麼特戰陸戰 特戰作戰部當中的一位志願役的士官兵 那麼他在對於總統的部分的這個留言 陳情當中他特別提到了 有關於他現在在部隊當中 包括像裝備都是自費 叫招一塌糊塗 然後在領導統律上當中 根本是沒有戰力 而且他提出希望能夠有所反應 然後他說如果不反應 那也不意外 因為畢竟有怎樣的三軍統帥 就有怎麼樣的國軍 非常的酸 當然也提出了許多內部的部分的問題 那麼陸軍司令部針對此很快就回應說 他提到了有關裝備的部分 在兩年之內 民國113年當中就能夠完成播發了 那麼有關於這個部分的戰力本身 大家也不禁聯想到 在早先包括蔡英文總統 在2019年的時候 竟然還邀請了館長來拍攝國軍舉光炎帝 要知道其實國軍當中特戰部隊 真正的那些受的山訓血訓 各式各樣的突擊訓 哪裡還輪到你館長 所以這裡當中各式各樣的 這種所謂的作秀 然後館長守護台灣戰力強 蔡英文總統在當時2022年3月10號 今年的部分的留言 還回顧了當時這一段 所以整體來說 對於所謂蔡政府 包括這次連停電本身 都拉扯到國安調查 整體的思路 感覺起來這個執政對於我們本身 目前包括現在大家 所對於檢討的國防戰力 整個執政是一種殘破的感覺 韓立 我跟你講假設真的有這個調查的話 我不知道這是真的假的 因為這封傳媒的獨家報導 假設真的有這個調查 也不會有結果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想想看 這叫老公調查老婆 因為國安會是誰 顧力雄 經濟部是誰 王美花 他們老公調查老婆 你覺得能查出什麼東西來 根本什麼也查不出來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報導 我不是很相信 我會講實在話 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懷疑說 因為真的有一些綠營的講說 這個可能是老公的陰謀 所以他們有第五重隊潛伏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每一次 蔡英文有這種重大接待外賓 或是召開會議的時候 都會停電 那是正常狀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經濟部自己公布 說我們現在已經進步了好棒棒 每年只能有跳電9000次而已 已經非常棒 一年跳電9000次 你一天平均要將近三次 所以你每天都會遇到什麼好奇怪 一點都不奇怪 他本來你就應該要每天都要遇到 所以你在怪什麼 懷疑什麼 那如果你真的懷疑是第五重隊的話 那我老實講 解放軍已經天下無敵了 因為他有動物招換術 所有動物都可以叫來 每一個叫來都破壞你的設施 對 各種的動物 這種軍隊你打得贏他 趕快投降比較快吧 不是這樣嗎 所以真的不要再去砍團出兵 自己趕快解決自己發生的問題 就是你們無能的政策 你們過度使用電網 才會造成台灣今天的困境 至於說這個特戰兵的怒吼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現在邱國正還嚴厲博士 說你對我們叫招的同仁不公平 不光明有鬼 我就說你是作秀 為什麼 理由非常簡單 你自己說這些特戰部隊 如果兩年後才能拿到的話 表示你現在裝備不夠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要發給教招了 你為什麼不發給現役的 是 奇怪 那你不是在作秀什麼 我請教你 而且更好笑的就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次教招用的不是T91 還用65K2 沒錯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看不懂槍 對 所以隨便發給你舊槍就好了 但是你要穿那個特戰的裝備 看起來才光鮮亮意 好給記者拍照 不就是這個嗎 所以從頭到尾就是在作秀 不要再辯解 在有關這次教招當中 其實因為確實討論很多 這裡要請教主任 所以這裡頭 因為究竟是不是在作秀 因為在先前正式教招之前 其實討論非常多 而且先前國防部當中 放出了風聲 也就是說多麼嚴格 野戰 各式各樣的 看起來好像確實整個戰力 然後被抽到教招的人 都真的是呼天搶地 可是實際上呈現出來的部分 也有讓我們聯想到 包括像館長 當時在拍舉辦原地 是不是整個當中 其實對於 宣序我們現在在國防戰力 這個當中的這種宣傳意味 遠遠大過失職 如果這個事情突然讓我想到 以前一個軍教電影 就是說當兵不能講真話 那個橋段 真的不好笑 我們先回到這個議題 其實這個議題有一個 第一個命題就是說 這牽少補保紀律的問題 大家想說我們去當兵 不是政府要發給我們的各裝 大家要個人裝備 個人裝備很多 你怎麼現在 現在是說 我們的特戰官兵 沒有全部撥不到 然後陸軍司機部製正職 2024年 才完全撥補 這個撥補說不是發給你就完了 其實因為各裝在使用它有損耗 所以只要隨時跟補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反向操作 就是我們常常想說 我們想說這個史上最厲害的 最硬教招 國防部想說讓大家看到說 這個是後備戰力有多精實 但是我們反向思考說 一線部隊假設用T-91步槍 那二線部隊後備部隊 用65K2步槍 可不可以 說真的可以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用這種65K2 用習慣的 想一個方式說 如果說連後備部隊 用所謂的T-65K2 然後穿的比較舊的軍裝 然後它能發揮一線的戰力 這樣反向操作不是很好嗎 那你現在這一段來講 怎麼這些叫招人員 配了所謂的新式的各裝 但是配備了舊步槍 說真的 你們到底想呈現什麼 是你要給元首四島看的 還是說你要讓美國人看 我講美國人看 所以你要先想好說 我們都不去討論說 一線部隊的戰力多強多強 你怎麼討論討論說 後備部隊戰力多強多強等等 那我講一個實際行情 就是說以色列 南海 新加坡 他們的兵役徵兆時間 跟後備交的時間 都比我們來得慘 所以說 你說要多硬 多艱苦 說真的我們要打一個問號 對 郭敏剛剛其實一個觀點 我倒沒想過很有意思 就是說 當然教招的作秀不言可喻 可是你這作秀是給誰看 是給國人看 還是給美國方面看 這個滿有意思的觀點 因為確實包括在後備軍力 始終是在 包括在台美的軍事合作的 兵推上面 具體提出說 台灣的後備戰力 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裡頭一直強調 要要求訓練 那麼甚至都也有說法說 教招之所以那麼快提升 要求的嚴格 是來自美方的壓力 所以這裡頭確實有一個 滿有意思的部分的觀點 但這裡頭要指教教授 我們實際的部分軍力要知道 我們當兵的時候 其實內衣內褲 所謂黃埔大內褲 也都應該是 其實是國家 或者是政府要發給我們的 可是這次確實提出來的部分是 他們作為自願役 也就是說常態的部分的 這個士官兵 他們竟然有好多裝備 有些要自己買 而且這種嚴重性 舉出來 而且陸軍司令部 也都承認這一點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不是在 我們作為在民間當中 想像我們實際上的 光是軍力的 戰備跟補給的這個部分當中 就跟我們想像落差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其實不管是電力問題 或是補給戰備問題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時候最好 台灣我們這個時候 最好來把它好好準備 戰備整備好好弄一番 為什麼 我現在在講之前 我先跟各位觀眾講一個有趣的 臉書上有個梗圖 是什麼 白雪公主坐在地上 把所有小動物叫過來 說你們大家準備好了沒有 你們有重要工作去做 所以與其說是什麼 第五重隊 說明是白雪公主派小動物出去 是攻擊電力設施 對 是白雪公主 但是這是臉書上的梗圖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一次烏二戰爭 目前美中感覺 他們現在坐下來這談判 要美國要中國說 你不可以幫助俄羅斯 而且他們還達成一個 兩岸的事不無益 包括說什麼 美國不尋求跟中國打新冷戰 不改變中國體制 不投盟反中國 跟不支持台獨 無益跟中國發展衝突 現在美中感覺要共治 他們兩個感覺要 對這個台海問題 要有一定的共識 不要產生任何的戰爭 或者是衝突 很簡單 人家在打仗 人家吃麵不要你喊熱 然後假民進化修 人家烏二打仗 美中中間忙得要死了 台海最好要穩定 對 這個時候 你覺得第五重隊來弄台灣幹什麼 沒有道理 你把台灣弄得一池秋 亂七八糟 你只會讓台灣人民更反感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在台海 是最好去處理的 所以我覺得執政黨 現在必須要把民生問題搞好 用電的問題弄好 還有這個軍備戰備整備的問題弄好 是不是 剛才這個主任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這個教招表演誰看 我也曾經做過一些研究 其實不只現在 2017年18年開始 台美每年都有舉辦 所有軍事工業會議 之前墨建 他就講了 他每次發言都講 台灣你必須要加強你的什麼 後備戰役 你後備戰役很嚴重的問題 是 過去都沒有在處理 這一次烏俄戰爭爆發了 發現非常嚴重了 我們必須要做給美國看 因為美國很明確講了 你要我出兵可以 你們先守好 對不對 我過去的民意都講了 美國雖然民意 去年民調 這個芝加哥全球15元會中的民調 首次超過50%的美國民眾 願意出兵幫忙打台海戰爭 但是別忘了 這是老美的前提條件是 你們要先打好 阿富汗他們撤軍 為什麼阿富汗撤軍 因為說阿富汗政府 你們自己都不打 烏克蘭他們想幫忙嗎 他們想幫忙的問題是 烏克蘭你自己先打 對